近日《向往的生活3》开始录制 彭玉畅作为固定嘉宾备受关注 从第二季播出以来 彭玉畅就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在节目中 他勤劳踏实 从不偷懒 而且综艺感十足 深得何炯和黄磊的喜爱 彭玉畅可以称得上是宝藏男孩 演技颜值双再现 他曾经参演了当时大伙的太子妃生殖记 饰演强公公一角 算是正式出道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凭借戏中可爱呆萌的形象让人记住了他 随后他在《闪光少女》中饰演了一位 在音乐学院里学习明月打鼓的学生 不仅幽默可爱 还非常意义慷慨 真正让彭玉畅被大家熟知的 是他在《演员的诞生》中的精彩表现 他和桃红搭档了末代皇帝 将青年到中年的富裔诠释得十分到位 获得了导师的一致好评 全段时间上映的《快把我哥带走》 同样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他饰演的哥哥十分都比搞怪 实力坑妹 表现出了极强的喜剧感染力 在近日热播的电视剧《都挺好》中 彭玉畅饰演的小蒙总 更是吸引了一大波迷媚 剧中的他很好的诠释了 从小被娇生惯养的顽固死地的形象 可爱 霸道 机灵的性格深入人心 这个94年的小鲜肉 彭玉畅凭借扎实的表演 勤奋的努力 逐渐赢得大家的认可 相信他在未来会有更加优秀的作品 在娱乐圈中大放一彩 欢迎来到芒果TV综艺频道